日本红灯区对中国人来说一直都是一个隐秘而又好奇的地方 猫叶作为老司机 本期影片就手把手的带大家沉浸式的逛一逛日本新宿的歌舞祭丁 大家好 欢迎来到猫眼观察室 在这里猫叶收集了天下最新的奇闻取士 带您进入闻所未闻的奇异世界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请他内容不容错过 通过这张简单的地图 我们可以大致了解一下歌舞祭丁的布局 可以看到 晋国通 明志通和志安通 把歌舞祭丁包围了起来 通常跟着旅行团来的客人 导游为了防止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和上当受骗 活动范围只有图中蓝色的地区 看完猫眼本期攻略 不仅可以让你对歌舞祭丁有个全面了解 而且就算不跟团也能一人独行玩个爽 首先看到歌舞祭丁一番街的牌子 也就证明我们已经到了这片欲望地区的入口 标志性的牌子在无数的电影电视游戏动画作品中都出现过 从一番街进去映入眼帘的是一篇让人荷尔蒙激素迸发的广告招牌 但是大多都是绿色的酒吧和按摩店 继续往里走你会发现一些约会咖啡店 服务内容基本就是让你从各种类型的女孩中 挑一个你喜欢的款陪你聊聊天喝喝咖啡 最出格的也就是让你过过手眼 再往里走有家拉不家 这是一个制服洗体店 女孩子只帮你洗澡 不帮你做任何别的服务 说白了就是只管起飞不管降落 现在已经不接外国人了 看到这里耐不住性子的小伙可能已经发问了 晚上到了这里我们应该怎么去玩啊 好吧下面就带你们认识一种店铺 无料案内索 他们的画风基本是这个样子 哪怕你不懂日语也是很好辨认的 无料在日语里是免费的意思 案内就是引导的意思 字面意思就是免费给你做向导 指引你找女孩找店铺 然而如果你真的以为他们会免费的为您服务 那就是想太多了 羊毛出在羊身上 热情洋溢的服务背后 却无形之中抽走了你的大笔的银子 自然如果能够通过案内索 找到合乎自己口碑的女孩子 哪怕花点钱也是心甘情愿 最恐怖的是碰到无良案内索 大把大把的坑钱不说 最后给你找一个大妈来陪你聊天 可能想死的心都有了 但没办法 这就是心素 哪怕你吃亏上当 这也只是你人生的一刻而已 接下来 贸易带大家看看那些 日本当地老司机们经常去的店铺 首先是这个 草莓酱半套店 这家店开的年头比较长 女孩子也算年轻 服务也还不错 进去以后是一个个挨着的小隔间 每个隔间里都有沙发床 女孩子就是在这里为你展开各种服务 还有这样的和这样的 没有美女照片 没有诱惑的招牌 很素的店铺外观 而且都是在很窄的巷子里 如果不是专门前来 很难注意到 但就是这种看上去梦无闻的店铺 每天就为各种来这里玩的客人提供着优质服务 事件转回来 我们来到跟歌舞伎丁一帆街并排的另一条街道 樱花大道 这条街的封锁店 无料安内索 比一帆街要多出很多 而且还多了一个特殊人群 拉客党 这个贸易后面会讲 我们继续往里深入 在中央地区 有一头恐龙的电影院的背后 我们会看到另一个世界 那就是女性朋友的天堂 这里是歌舞伎丁知名的牛郎区 四周围着各种牛郎店的广告牌子 牛郎店铺 基本都是一栋楼上 好多家店铺 一般一个店里 多的时候会有10至15个牛郎在店里 把女孩子捧成大小姐的状态 就是这些店铺最终的目标 到这里 新宿40%就逛的差不多了 剩下的地方 以小吃和陪酒店为主 而且年龄也不便偏大了 不怎么推荐 接下来贸易清清嗓子 开始说重点了 来日本的游客 在新宿歌舞伎丁 到底应该怎么玩 对此我只有一个建议 那就是找一个你感觉靠谱的 并且懂新宿的人带你玩 这不是危言耸听 贸易介绍几种新宿常见的骗局 你就明白了 1.店铺骗局 前面贸易提到了有一种人群 叫拉克党 他们就是专门搭讪各种在附近停留的外国客人 然后问他们 有没有兴趣找日本女孩子 去看脱衣舞之类的 常见的搭讪原有 你好 要看表演吗 日本女孩 要不要 要不要体验日式服务 等等 正常人都会一笑而过 然而 总会有一些胆子大的人 抱着一种试试看的心情 去跟他们搭话 当然 时间会谈得很好 进店费用15000日元 就不会再有别的费用了 然而你进店以后 一杯酒3万 女孩一杯酒又3万 还有的店当你退店的时候 还会跟你收取十多万的入会费 也就是说 一趟下来 女孩子手都没摸几下 就被讹走十多万日元了 解决办法就是 喝酒的时候 故作镇定 然后装作打电话 神情自然地走出店铺 然后迅速开溜 二 女孩骗局 还是一样的搭讪党 不同的是 他们会以 给你找日本女孩的理由 来搭讪你 你如果停下 那你就有一只脚 踏入了陷阱之中 通常他们会拿一堆 女孩子的照片给你看 然后跟你说很便宜 酒店开房6000日元 女孩子3万日元 好吧 兴奋了你 交了36000日元之后 他们会说 这是女孩子第一次接待客人 所以你要先交 2万日元的保证金 OK 36000都交了 也不差2万了 这之后 他会带你来到酒店楼下 跟你说 刚刚接到女孩子电话 要再加2万日元 才能接外国客人 不然他们不做 通常这时候 很难有人及时止损 再来2万日元 这就是快8万块了 这之后 他们就会跟你说 让你进房间先等一下 他一会儿 就会把女孩子叫来 好吧 然后就是你无尽的等待 当然 有的还是会把女孩子送去 不过 那种长相的女孩子 也会让你此次循环之旅 变成真正的噩梦之旅 解决办法就是 一切给你看女孩子照片的 都不要相信 在新宿是可以直接看真人的 照片的麻烦 网上一下载一大堆 根本不靠谱 接下来是一些常见 也是感兴趣的人 比较多的问题 猫也逐一解释说明 一 在日本红能区 平均价格是多少 日本红能区 根据服务内容不同 和女孩质量不同 也是分为不同的价位 最便宜的是 粉红沙龙 属于快餐性质 女孩质量尚可 服务时间短 半套服务 大约在6000日元左右 其次是视觉俱乐部 通常是以制服诱惑为主 女孩子穿各种制服 通常服务是用手 价格在1万日元 至12000日元左右 接下来是泡泡浴 女孩质量分中高低 服务时间也是60分钟 至120分钟 全套 根据店不同 分为低中高三种店铺 价格分别大约对应的 是3万日元 5万日元 7万日元 10万日元 还有高级派遣 女孩质量高 服务时间60分钟 半套 大约在4万至7万日元左右 然后是高级约会 女孩多为模特 大学生 服务时间70分钟 全套 大约在8万至15万日元左右 再就是跟女孩的温泉约会 让女孩子跟你去温泉待一天 差不多一天40万日元左右 最后就是和女优 一人的交集了 这个比较高端 有时候有钱也搞不定 二 听说日本不能本番 本番是违法的 首先说明 日本有一部法律 叫做卖春防止法 其中规定了 在随红能区经营的店铺中 如果与女孩子发生关系的话 就属于明显的违法行为 但是 有一点要注意 如果是女孩与客人的 私下恋爱感情 则不属于违法范围之内 这就给日本很多商家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本番理由 简单理解 就是打法律的擦边球 三 怎么才能找到高涨的女孩子 首先 不要相信你不熟悉的导游 给你介绍的女孩子 在日本 看照片是最假的一件事情 很多中介手里的照片 都是从网上随意下载的 给你拍到酒店里的女孩子 百分百不会让你满意 如果看照片的话 只有几种店最靠谱 一 高级泡泡浴 二 粉红沙龙 三 高级派遣 这三种店 通常女孩质量自身就不低 其他的情况 贸易还是建议你 看真人挑选最为保险 如果有人说 不能提供真人挑选 那就直接略过他吧 好了 今天的内容 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完攻略你有误出什么道理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区 分享你的看法 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错过 接下来的精彩影片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